要重複的圖案 其實你還要重複的圖案 這重複的意思就是因為我有奧 你們兩個的方法先把它刷一下 不是要這樣對折 因為你如果沒有對折會太大 你看這些都一樣 這些都一樣對折 所以你可以先這樣過來對折 因為你看政法都一樣 一樣就是要對折 現在換這邊回來 這邊我都要用麥當勞的做法 不要擔心在這裡 它就是折扇型的折法 這樣有什麼好處 如果要折的時候 你如果都這樣包起來 裡面就折不 用折扇型折法 它裡面就可以忍得到 再來 我現在這個是正方型 我想看這個是正方型 我做正三角型 我想這個是正方型 正三角型 你來因為這個材質太軟 我們就帶噴水的過來 這是這個意思 這有些東西 有些東西 沒有人會幫你 警察也不會幫你抓去 就是這樣 差一點點 但是 它就是金主蓮 這樣就好了 對嗎 再來收到幾條 想法要辦 我要留圖案 留 這個再辦 就叫做防染 防止染料 討進去 現在我們要折的時候 你不要說整個都把它包起來 我像要折一圓 我會稍微這樣 稍微把它做一下 這樣有看 看有沒有 我講科研幾條都講台語 這樣 我這樣 全部都三個 就換這一邊 這一邊 再把它抓一下 這個 差一點點 我那一點點 其實都沒有差 我剛才這樣 你看 你這樣看 你心裡說 突然 我差一點點 怎麼會怎麼樣 但是這個打甲 我有一個秘訣 你不知道要打死甲 千萬不要打死捷 打死捷你等一下打不開 要打活捷又很容易鬆掉 要怎樣 我就這樣 先 套一捷 套一捷 套一圈以後 一般 這樣就活捷 打兩次活捷就叫死捷 我們這個叫細木捷 在拔茶 套一圈 再一圈 兩圈 這樣這個就很暗 它不會鬆掉 你看這樣 不會鬆掉 穿的尾巴 還打一個活捷 這樣就好 現在人家裡面 這裡就變白 但是因為 這個很高 很多點 所以這旁邊 有時候會不會鬆掉 你如果想要這麼白 比較多 大家不用白 比較多人 那些白是有一點襯托 不知道 像這個白衣 你如果碰到鐵袖 有時候衣架有鐵袖 鐵袖 也會不會鬆掉 對 那些爐巴也鬆不掉 這個想法 這個金屬 金屬元素 不管是乳石銅鐵 它很容易附著在纖維上面 所以我們這個 除了附著的衣架 除了鑿的衣架 都一本身的生涯 所以我們就利用這個原理 來幫助它鋪射 所以我如果這個字 你如果碰到好的染料 碰到好的處理 它就可以幫你顧色 按這條按就好了 這樣就可以去染 染了以後 我們就先等一下放 先煤染 先讓它接觸 像剛才老師說的那個洗 洗就是麻頭點 那些罐頭的麻頭點 基本上我們要選擇沒有毒性 很好 所以 我們這就是